礼记中有玉不足不成器之说 一件价值连城的翡翠 其做工一定是鬼辅神工 在我看来 翡翠雕著工艺最为神奇的地方 是工艺是首先 具有透过石头看颜色的本事 石头里面究竟有什么颜色 色彩是如何分布的 如果视线不琢磨透 是无法设计和雕渡出翡翠精品的 比如这半个翡翠西瓜 它是十七太后生前最喜爱的珍宝 是个绝妙的笑色经典之作 绿皮红壤 白紫黑丝 全都是翡翠的天然颜色 实在真是难以想象 如此奇草的翡翠 是怎么雕筑出来的 翡翠雕筑之工艺 正是一门神奇的让人 物灯口袋的艺术 以后市面的承诺 卖别人 不知道 中国的卓裕工艺远远流畅 从新石器晚期红杉文化和良楚文化遗址出统的玉器 就以其流畅的雕刻领世人精益 到了明代 雕琢大兴山子蔚然成风 来自苏州的名将陆子刚奉赵入宫 专世帝王玉雕琢 成为宫廷皇家宫的一代宗师 至乾隆时期 出现中国治玉的第三大高峰 卓裕工艺更上层楼 形成北京 扬州 苏州和广州 四大玉器加工中心 以北京为代表的宫廷工艺 和以扬州 苏州为轴心的民间工艺 画出南北两派的玉雕风格 争起斗艳 百花齐放 玉出灿若星辰的玉雕大师 尽管延绵八千年的玉文化走向衰落 但是 翡翠工艺由于根植于如此富饶的土壤 承受前辈智慧和记忆的浇灌 悄然长成参天大树 我身后这件作品的形式 就叫山子 山子 山子 就是以山的形状 来表现历史的体材 传统的故事 来表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望 山子这种形式 是从历史上延续下来的 比如顾文博物院收藏的山子大鱼治水 就是清代玉雕山子的代表作 这个翡翠山子 用料的原则是 量料取材 银材使命 堂化讲 弯藏哲理 把桑 弯掉 去掉 把好的留下 把柳折好 就是玉雕用料的原则 设计山子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山形处理好 反简对比 熟密得大 发挥那个原材料的长处 比如说颜色 水分 一定要把这个 把这个长处 发挥的更 更加好 把他的短处 比如说短处的水分 缘裂 给处理好 郁长凯先生 十五岁拜师学习玉雕 从艺四十多个春秋 是当代屈指可数的 传统玉雕特级大师之一 他尤为擅长雕琢 大型翡翠山子和器皿 任何一块材质和色相的翡翠原石 只要到了他的手上 他都能把它雕成令人爱不释手的作品 他的高档翡翠雕剑 雕华天宝 翡翠龙勋 蓬莱仙境 花蓝和神明一诞生 就成为中外收藏家们的 强手珍品 唐家们评价说 他的脆雕作品 既有皇家宫廷工艺的庄重 灰红和典雅 又有江南民间工艺的飘逸 灵秀和神韵 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 翡翠雕琢工艺界吹来一股新风 探索者另辟蹊径 远离传统题材 以现实生活为主题 以奇妙创意为追求 把现代工艺美术 西方雕刻艺术和抽象艺术的技法 大胆运用到翡翠雕作中 使翡翠工艺进入了另一重境界